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于美国澳洲世界太阳能车竞赛中获得佳击 也曾在无人飞机设计大赛中得到了最佳制造奖 我们团员的专业是被专家所肯定的 而我们的指导教授马晓康老师 更是热流界的权威 研究领域包含了EA bump 联动风扇 燃料电池与生殖燃料等 其所带领的团队更是在各项创意创新创业的竞赛中 拿下了最优异的成绩 好 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超低耗能单边压电式帮谱呢 散热是电子仪器是否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 现行的电子仪器集中于中阶的散热需求 例如桌上型电脑 但是在未来 这个散热需求的趋势将会往两边散去 于左下角的这一端是低散热需求的轻变型电子仪器 像是笔电啊 手机等等 针对此一部分的低散热需求 我们团队于去年提出了一个联动压电散热风扇 这个散热风扇除了是微型化的散热外 更拥有超低耗能的优势 在这个讲求节能减碳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并于去年的东元科技创意季赛中一举拿下了冠军 但是这个联动压电散热风扇 没办法解决右上角那一端的高散热需求问题 由于集中资料处理的伺服器有着高散热的需求 而根据统计 资料中心约占全球耗电量的百分之一 而其中散热的部分就占掉了一半 因此我们团队近年来致力于发展一个低耗能的散热设备 来满足高散热的需求 传统上我们使用中央抠条与旋转风扇来进行散热 然而中央空调有着高耗电量与无法直接针对热源进行散热的问题 然而旋转风扇同样也有高耗电的问题 而且它的散热更慢 因此水冷散热成为近年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因为水冷散热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可以直接针对热源进行散热 第二由于水的比热大因此它的散热迅速 最后水冷的温控效果加 不会产生如制冷器等降温过渡的问题 因此水冷散热已经应用于资料中心 家用伺服器与电信交换设备上面 但是 现行的水冷散热设备使用马达作为液体的推进器 而马达存在的以下问题 比如说噪音比较严重 耗电量高体积盲大与成本较昂贵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马达式水冷帮谱的使用是受到限制的 因此我们团队发明了一个压电帮谱 这个是我们的超低耗能单边压电式水冷帮谱 那究竟什么是单边压电式水冷帮谱呢 传统的压电帮谱以枪体体积的变化来挤出液体 虽然压电帮谱有着低耗能的好处 但是它存在着流速过小 不足以应付高散热需求的问题 但我们团队认为 其实只要想办法将压电帮谱的流量增加 就可以拿它来作为散热的设备 但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最有效率的推动一体前进呢 如果我们向大自然学习是否又能得到一些新的灵感呢 效仿鱼类尾鳍的方式单边摆动压电片 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枪体体积压缩量 进而大大改善压电帮谱的流量 此外我们的这个帮谱也拥有超薄枪体的特色 除了稳定性的增加更可以节省空间 最后我们甚至在帮谱的枪体内部放置鳍片 鳍片可以大幅的增加热交换的面积 直接取代掉传统的水冷头更减省空间 综合了以上三点的创新设计 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帮谱将会成为市场上的新宠 为了达到帮谱设计的最佳化 我们除了利用软体分析来模拟枪体内部的流场变化外 更利用了理论来推导压电片的共振频率 与帮谱的最大流量等 在有了软体与理论的根据下 我们更进一步的针对流量阳城流阻等进行了实验 我们的创新设计在各个国际期刊上发表获得了肯定 我们的这个创新发明也在美国德国台湾等地区获得了专利的认可 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张表格的左边是我们单边亚电式水冷帮谱的资料 而右边则是一个市售马达式水冷帮谱的资料 很明显的我们的帮谱拥有超薄腔体 与超低耗能的特色 而在效能方面我们的帮谱是市售马达式水冷帮谱的1.5倍 单位体积流率 而在单位耗能流率方面 我们的单边亚电式帮谱是市售马达式帮谱的3倍之高 此外我们团队更进一步开发了整个水冷散热系统 除了压电帮谱的制作到与水冷头的结合 我们团队甚至进一步的将去年的联动压电风扇应用于散热排的散热上 而根据实验结果显示 我们整个水冷散热系统的散热效能 可将60瓦的高热从150度C降到73度C的电子仪器安全温度范围呢 这样优良的结果显示 其实我们这整个水冷散热系统已经可以拿来使用了 而我们的压电帮谱也另外应用于生衣输液上面 与压电式燃料电池的燃料输送 在强调帮谱效能的同时 我们更强调的是这是一个绿能的产品 在以节能减碳为社会需求的前提下 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超低耗能单边压电式水冷帮谱将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梦想 其实全球只要有20%的伺服器使用我们的单边压电式水冷帮谱 每年将可以省下10.9亿度的电 就相当于减少6000万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可以保护9000个大安森林公园 可看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 好时间到 好病森委员请提问 请教一个问题 刚才看到你们跟市售产品比较 里面有个流率 我看你们流率大概是14点多公升 那市售大概160 流率是有蛮大的差异 但是我不想说这方面对散热的效果的差异是怎么样 我们的宝普的单位体积流率 我们刚刚有比较一个单位体积流率 我们单位体积流率是市售马达市水冷宝普的1.5倍左右 而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流率 我们可以借由并联或串联的方式来达到此流率 如果要跟一个一般的市售的宝普这个冷水的马达比起来 你要有多少个你们这种宝普凑在一起 难过可以跟它相比 如果硬要比流量的话 应该是三个我们的单边摆动压电式宝普 然而像刚刚的散热测试里面有看到 60瓦的发热源 我们可以稳定的从105度降至73度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CPU使用范围 我想你那个比较 其实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基础上面 我不确定你们那个基础是不是相同 是你有用齐变跟没有齐变的比吗 我问你说流量好像是你的10倍 为什么你们的散热效果会跟它差别不是那么大 那个基础是不是相同 我们针对的是散热效率可以散到这样的瓦数 就是维持到这样的温度 因为大概只要流量达到跟传统的水冷宝普一样 那散热量基本上就差不多 那我们会使用串联和破病人的方式 这样子即使是串联或病人三到四个压电宝普 体积也不会比较大 而且那个耗能也不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只要用企图运用串冰联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散热效果 其实你们这个原理其实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们常做生物晶片里面的 一些压电材料的那个push那个bump 只是今天因为你们要冷却 所以你们必须要把这个散热的面积增加 所以问题就刚出现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再讲一下 我们假如用热管的话 一pipe的话 是不是散热的效率会比你们更高 所以热管现在市售价格大概一只才一块 不到一块 这种比较你们有没有去比 热管的问题应该有上下 温度上下限的限制 就是因为它是运用液体跟气体的两项 没有没有没有温度上下限 它是一个热船的真实 跟温度上下限没有关系 你知道散热多少热就热 OK好时间对不起时间到了 好时间到了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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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是制作 然后第一号是单边摆动式 压电包 然后我们新生改变的 我们改成了他的同时 压电包 采用单边摆动 然后那边的摆动好 可以增加他的流量 因为他的 他的一下压的体积增加了 我想你不一定 再解释就让我们问问题 好不好 像你这样一片 可以送多少水 也就是说你一分钟可以有多少流量 50毫升到90毫升 一分钟可以50到90 OK 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个小小的Pump 其实可以送比这个多很多啊 对 对 所以等到你要跟小Pump 能够相比的时候 是不是也变成一个蛮大的体积 是有一些伺服器 或是CPU 它可能不需要这么大的 只要用到小的就好 就是它不需要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散热效果 但是我们的好处就是它的 它的耗能非常低 它的耗能非常低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说 其实不需要这么好的 散热能力 但是我们改用它的就可以 减少很大的 减少好点量 所以我只能达到整个小火 所以我只能达到整个小火 我只能用热管拿出来 它根本完全不要耗 因为现在所有的CPU都用热管 全部都用热管 但是在Sherber跟一些家用 就是资料中心的部分是 那是大的哦 那是大的哦 那更大哦 那时候我们都在做过 所以你们今天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要可以去展开 所以你们在不知道 其实我脑子里就是 你本来讲说 有一个低端的 你们的GNA已经做过 现在做高端的 是Server 一个大的能量 可是我在跟你看到 你是可以驱动的 这种量 看起来好像跟你们所讲的 又不对 怎么样 因为现在的确是有 很多都用水能去 对 很多DNA Sender 的确是要蛮大量的 可是你似乎几个量 又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因为我们现在实验 只在实验前端 然后我们另外还是希望 因为我们实验收获 会有大的力量 它设计上 可以把马达到那样的精确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比较最严密的去感应 可以讲一下就是说 如果一切顺利 你觉得你的应用分析 是在马达一般 其实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的邦谷是 单位体系流率 叫马达式的这种还要大 所以其实 我们要达到相同的流量 可以利用冰点或串点的方式达到 而且 因为像我们的包裹这么小 我们可以稍微的再 买大一点的压电片 将你的体系制作再大一点 也可以达到怎么样 我想回答老师 热管的问题 因为热管其实 将热端导到冷端 所以还要有一个地方 做冷端的散热 但是要很大的中央空调 能量绝对不灭 能量绝对不灭 你散这么多热 一定要热压的地方出去 但是能量不灭 就像我们的这种方向 你能量一定不灭 你一定要把热散开 所以你不能说把这个送到 你还要送到 所有的地方都把它送出去 一定的吧 你们怎么把热散开 你不只散那个热散开 你要把热散开 就把这个热散开 送出去 我想回答 这个热散开 你不可能跑掉 你不可能跑掉 你不可能不灭 你去里边拉的那么长 对 现在的 现在所有的 看里面 你就要看里面 现在的那次 全都没有 所以要可以 多幸福 你要把热散开 你要把热散开 你这个水也 你要送到某个地方 对 对 对 现在是平衡状态 他没有手 可以 那我们请常人 帮我开一下 他可以有 鼓动的 鼓声可以自己 把手放到这边 可以感受 压力 他非常快 就是 身有没有 不会被电到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配合 地址罚的 手机 这个罚有个图点 非常有票 对 对 就可以让颜色美好 这样 这样的耗能 就是状况 大概就是0.25 就我们之前 用到0.25 就可以有这样的流量 带不进去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东西 好像做过鸦片的那种 是像这种吗 对 这种是我们 对 应用在声音上面的 对 是 对 对 是 对 是 的 对 对 对 你 对 你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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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